大家好,我是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理研究所的所长 一个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者 上一次我们交流了关于中国赶超美国的一个议题 今天我要跟大家交流一个与中美赶超非常非常相关的一个议题 那就是列全球化 为什么列全球化跟中美赶超紧密相关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 为什么取得了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呢 可以用四个字来开阔它 那就是改革加开放 而所谓的开放其实就是加入全球化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两条腿 跑步跑出来的 而全球化是其中一条腿 那么一旦立全球化成为一个势头 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有两条腿走路 变成一条半甚至一条腿走路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中国对美国的增长速度的优势 如果从3%下降到2% 那么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就有可能退迟二十多年 我们怎样去看内全球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呢 朋友们怎么想 朋友们怎么去分析 其实我这些视频都是谈一些大的思路 我是希望大家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大家的思考 我讲的不一定完全是对的 但是我是希望通过这个 来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 如果朋友们对这些一体感兴趣 包括内全球化的问题 请朋友们在公屏上打一个1 或者能够点赞 或者能够转发 那么一讲到内全球化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市场 对吧 全球化就是做生意 尤其是关于中文贸易战打起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去看啊 说美国加税了 我们卖的东西少了 那当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每个企业家都知道 所以一旦这个内全球化影响我们的市场 当然会影响我们的增长 但是呢 其实全球化的作用远远要大于市场 那么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详细去交流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编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叫地球的镇子 70多年前发生了一场大灾难 灾难之后呢 出现了三个比较大的村子 一个村我把它叫阴村 老阴的阴 阴村呢 是在齐家的领导下从事制造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把它叫熊村 北极熊的熊 这个村子呢 主要靠挖油 那么另外一个村子呢 我把它叫农村 就是农凤的农 这个农村呢 是在一个农场组的领导下呢 主要从事容易生产 这个大战了以后呢 这个老大和老二呢 一直在争斗 那么在这个争斗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天老大意识到说 我为什么不能跟老三一起来对付老二 把老二斗 那老三呢 也看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凡是跟老大好的 这些村子 这些人都发财了 所以呢 也愿意跟他一起来合作 所以呢 在这之后 老大和老三联手之后呢 一方面老大继续跟老二斗 另外一方面呢 老大通过提供资金 通过提供技术 通过提供设备 帮助这个农场组呢 开了一家面包厂 那这个老三开始发展 大约二十多年后 这个老二呢 被斗得家破人亡 而老三呢 经济也发展起来了 通过开面包厂 所以呢 老三取代了老二的位置 那么特别有一天 老二家有人在说 我们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村长 就老大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就开始打压这个老三 那么他们开始做的呢 是这个老三家的面包厂 卖个本村的这个面包 进行加税 那么当然一加税 价格变高了 买的人就少了 这样就可能影响 这个农场组 老二家的这个经济 那么说到这呢 我就提醒大家 这个农场组呢 是看到了全球化的市场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首先看一看 市场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在中美贸易战发生以后呢 有不少经济学家 做了这方面研究 我们就来借用他们的研究 根据这些专家的研究 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 出口到美国的商品 加税的话 出口减少只是对美国减少40% 那么对中国经济的拖累 就可能达到1.41个百分点 如果美国的加税 使中国的出口减少20% 那么这就会拖累中国经济 0.7个百分点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只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而且只是因为市场的原因 那么这就要到了0.7% 到1.4个百分点 其实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不只是在市场方面 我们继续通过我们的故事 来进行说明 那么当农场主决定放弃 老大的市场以后 当然他就理直气壮 开始进行争斗 对老大是窜步不让 那老大没有办法 很快老大就决定 就要跟老二断绝关系 不只是在经济上 方方面面 所谓的我们说的 这个中美的脱钩的问题 那么这个企业家决定是什么呢 企业家知道 你是通过做面包发财的 所以他就决定 不再给老二提供烤箱 不再给他提供烤面包的技术 如果烤箱出了问题 他也不再进行维修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下对老二的影响就很大很大了 那么当然朋友们可能会说 那没关系啊 你不给我烤箱 我来制造烤箱 你不给我技术 我来自己创造技术 去开发技术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有很多风险 对吧 我不是反对自力更生 但是我们这里是讲的 全球化的这个作用和影响 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全球化其实不只是市场 比市场更重要的 是分工 是技术 是资金 是经营方法 是管理的理念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我们 把其他方面都考虑进来 全球化或内全球化 对中国技术的影响是个什么状况呢 我们怎样去 去分析这个问题 那我是怎么去看的呢 我是从两个角度去看 一个是看历史 那我们已经知道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那么改革开放前 中国经济到了平临 边快的边缘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所以呢 改革开放 其中有全球化的作用 是巨大巨大的 通过这样一个对比 那么另外一个历史性的对比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往后拉 看过去四百年左右 中国的落伍 大家我都知道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非常非常辉煌 大约在过去四百年 尤其是过去两百年 中国经济落伍了 衰退了 那有人做这样的研究的 我们可以看一个图 就是从公元一千年 一直到公元一千六百年 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当中的比重 都在百分之二十几以上 跟美国现在的这个状态差不多 但是1600年左右 这是到了明朝末期 尤其是1820年以后 就是清朝的时期 中国经济急速的快速的下滑 在衰退 原因就是四个闭关锁国 而闭关锁国 其实就是自己立全球化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也能看到全球化 或者反过来立全球化的作用 那么这是看历史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 改革开放以后 不同时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 来推断全球化 或者立全球化的影响 那么首先呢 立全球化我们知道 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发生的 那么下一次我们来讲这个问题 关于立全球化 什么时候开始的 它的趋势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 就是我们基本上 可以做一个判断 就是立全球化2008年 就开始出现了 至少在2008年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 这个整个的这段时间呢 分成两个阶段 那么一个阶段呢 就是全球化推进的时期 从78年到2007年 那么另外一个时期呢 就是立全球化时期 从2008年到2019年 我们不能把2020年算进来 简单去看中国经济增长 平均增长的速度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1978年到2007年 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10% 而2008年到2019年 平均增长速度 有8%都很高 但是这两个时期 相差了两个百分点 那么这两个百分点当中 当然不全是立全球化的影响 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是这已经说明 其中包含了立全球化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分析呢 就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 我其实很多年前 已经预判到了中美贸易战 会发生2018年初 还没发生的时候 我在国内做讲座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说了 中美贸易战 早晚要发生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那么如果我们比较 2008年到2017年的增长速度呢 和2018年190年两年的增长速度 我们发现它相差 大概1.9个百分点 通过这个分析呢 不知道究竟有多大 但是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影响呢 大概有接近将于两个百分点 其实跟我们前面的经济学家 对中美贸易战的分析 还是基本吻合的 那么所以呢 这是一个立全球化影响 其实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看 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推进 如果大家去看一看 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 你去画一个图的话 那我们不考虑立全球化时期 因为立全我说了 我的推断是2008年 就可以是发生了 或者是加速了 那么如果我们看78年 到2007年 中国经济增长 这个总量的一个图呢 你会发现有两次加速 一次呢是1992年93年 那么另外一次呢 是2002年2003年开始加速 我们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 可能就会知道 为什么有这两次加速 那么一个呢 就是1992年 邓小平先生的南巡 另外一个呢 是中国加入WTO 那如果我们去做个对比 是个什么状况呢 在南巡之前 1978年到1991年呢 中国经济平均增长 901% 那么1992年到2007年 南巡以后 那全球化发生之前呢 中国平均增长率是10.7% 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呢 是1.6% 也就是南巡可能帮助中国经济 加速了1.6% 其中可能有其他因素 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反映 南巡对中国经济的推动 是个正向的 也就是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推动 是个正向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来看就是WTO 所以我们也可以做个对比 就是加入W之前 已经是全球化时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呢 是9.7% 而2002年到2007年的 平均增长速度是11.3% 这个两者之间呢 又相差1.6% 也就是说WTO对中国经济的推动的作用 可能要在1%以上 总的作用是1.6%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那么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其实我们有两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是内全球化的 发现它的影响 负面影响很大 接近2% 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我们又看了两个 重大的历史事件 是推进全球化的 它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呢 是1.6% 1%以上 所以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下一个结论 就是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 是至关重要的 而增长对中国赶超美国 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 我一直在讲 在全世界都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各个国家从全球化都会收益 因为它有分工的作用 有资金的作用 有技术的作用 有方方面面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亚洲从全球化收益是很大的 我们知道 日本和南海从全球化收益很大 中国从全球化收益是巨大巨大 所以如果全球化受到影响 灭全球化成为一个势头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比较大 中国经济没有全球化 不会如此快的发展 工业化进程不会如此快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的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从2016年开始关注内全球化问题 2018年 刚刚回到国内 我就开始关注 就在说中美之间可能要发生贸易战 2018年4月初 我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 又强调了这个问题 这个贸易战对中国影响会很大很大 我们要谨慎去应对 2018年10月份 中国有个叫世界经济学会 是很大的一个会 500到800人参会 我在会上做了个主旨演讲 就谈了那全球问题 当时 包括朋友在内都不赞成 说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然从2018年10月到现在 又过去了两年多 这个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 那现在的关键是什么 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有很多人 不相信全球化会走向终极 而我个人通过分析 认为全球化有走向终极的可能性 那我们不能不去想这个问题 我们要底线思维 所以下一期我跟大家来交流 为什么我认为全球化有可能走向终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